好,上节课呢,在我们的学习当中 我们主要讲到的是我们有关于标注的一些内容 好,在这边标注比较的简单 所以呢,在这边我也就不去和大家再做复习了 所以在这节课的我们学习当中呢 我们要讲到一个新的知识 这个知识呢,叫做我们的图层工具栏 好,我可以呢,把我们的图层工具栏挪下来 好,看到没有?图层工具栏 好,这个图层工具栏呢 我们可以现在打开来看一下 点开,我们看到里面呢,现在存在着很多的图层 当然如果是你是一只新的 如果你是新的一张图纸的话 好,在这边我新建一张,打开之后 在这边的图层里面基本上都是没有我们的工具的 没有我们的图层的 因为在我们的默认的情况下 我们只会有一种有关于我们有相关于绘制的图层 好,这个图层什么意思 所以有的人在学习过PS的时候呢 我们都知道图层的是一张透明的纸 好,在这边这些透明的纸当中 我们都可以绘制出一些线条出来 而对于这些纸当中呢 我们可以规范于它 我们要绘制于哪一种线条 好,在这边我们都知道 像这个图当中 我们刚才的打开的这张图 我们可以看到它里面呢 有一些标注的图层 家具的图层 门窗 盆景 墙 等等这些图层 也就是说这些图层呢 都是单独的来控制着这张图当中的某一类对象 比如说现在的屋内设施 它就是屋内的这一些对象 好,所以在这边这些图层呢 对于我们绘图的时候呢 都是比较的重要的 好,所以呢 我们在绘图之前 绘图之前要听清楚了 我们都是在绘图之前 要将这个图层把它操作好 所以呢 我把这个图层放在我们的后面的课程当中来讲了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是在我们绘图之前就要操作的 好,拿到一个新的图纸之后 首先呢 我们来新建出一些图层 好,我们到图层当中 点击这个叫做图层特性管理器的这个按钮 好 进入到我们图层的一个新建当中 好的 现在的这个图层特性管理器已经打开了 打开之后 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有这么一种图层 而这种图层呢 就是我们默认的情况下 我们绘制出来对象 它显示的一些特性 它的一个颜色是白色 线形呢 是我们的实线 线宽呢 是默认的线宽 好,在这边呢 我们来新建图层 点击这个 看到没有 新建图层 好,新建图层之后 我呢可以在这边修改它的名称 好,比如说我们机械图层当中 我们经常会用到的是我们的中心线 中心线,对不对 颜色呢 我们可以给它一个红色 颜色给它一个红色 线形 中心线的线形 它是点滑线 所以在这边我点击加载工具 加载一些我们需要的线形进来 好,找到这个中心线的线形 CMT啊 这种 好,选择一下 点击确定键 最初呢 中心线的线形呢 就已经加载进来 选择确定 OK 在这边线形也修改好了 线宽 还是默认的线宽 好,比如说我们还会用到一些 比如说是虚线 好,点一下它 修改名称 虚线 虚线呢 比如说我在这边颜色 给它一个黄颜色 给它一个黄颜色 线形呢 当然 加载进来 虚线的线形 选择DASHED的这种线形 好,点击确定键 好,虚线是不是进来了 好,确定一下 线形 线宽呢 给它默认 好,比如说我们还需要一些 像标注 标注 好,标注呢 比如说给它一个青色的颜色 线形呢 给它实线 线宽 是默认的线宽 好,比如说还需要一些 像我们的粗线 粗线 比较粗的一些线条 或者说叫轮廓线 这时候呢 我们颜色给它一个白色 好,线形默认 线宽 当然出现就要粗一点了 把线宽当中选择0.3毫米的线宽 点击确定 OK 好,如果说你还要需要其他的一些图层的话 你再次点击新键就OK了 或者说你新键多了 这边呢 你要把它去掉 也就是说我想把它删掉 直接点击这边的X 也就是删除 好,这边的图层2也删掉 图层1删掉 OK 删好了之后 点一下应用 点击一下应用 确定 之后呢 这些图层就完全的新键好了 新键好了之后 你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图层的工具栏当中 可以看到你刚才新键出来的这些图层 好,图层新键好了之后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进行绘图了 好,所以一般呢 绘制机械图也好 或者什么图层也好 我们要选择某一个图层之后 才能够进行绘制 比如说我现在想绘制中心线 我们呢就选择中心线的这个图层 然后呢 我们来绘制一条线出来 好,绘制一条直线 绘制出来 好,绘制一条直线出来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中心线的一个线形显示的不是很清楚 我们看到它要放到很大 才能够看得很明白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把这个线形的一个 有关它的比例改掉 因为现在的话 它的比例太小了 所以有点挤 看上去不是很清楚 怎么来修改呢 直接双击这条线 双击这条线 好,双击这条线之后 这边会出现一个面板 在这个面板当中 我们修改这个叫做线形比例 比如说把它乘上一个10倍 好,这时候呢 乘上一个10有点大 给它一个5倍吧 好,5倍之后我们看到 它的一个线形的比例就已经变得比较的大了 OK,把它关掉 好,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到这个线形就已经调节的比较的清楚了 那么接下来再来绘制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中心线还是比较的拥挤 这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会在这边讲到一个叫做特性匹配 特性匹配的工具 我们只需要把两种特性相匹配之后 就比较的方便了 所以这个时候特性匹配呢 可以在我们的修改当中 这边有一个特性匹配来找到 或者说我们直接使用快捷键 MA,MA就OK了 或者叫它格式刷都是一样的 好,选择我们的圆对象 这条我们修改过的中心线 再来选择这条线 是不是就好了 好,像这样呢就可以了 好,中心线绘制好了 比如说我现在想绘制一条出线出来 绘制出线 好,画一个圆 在这边呢我画一个圆出来 好,但是我们看到 出线的话 它的线条是不是还是比较的细 怎么办呢 在这边有一个叫做线宽 你可以来修改一下 修改一下这个线宽之后 线条就变得比较的粗了 也就是回到我刚才设置的这个线宽当中 所以这个按钮叫做线宽的显示和隐藏 记住把它打开就可以了 好,然后呢我们再来标注一下 标注一下它的一个大 再来用好,再用我们的虚线再来画一个吧 再用虚线再来画一个圆 虚线再画一个圆 好,虚线可以了 如果你觉得虚线的线形比例有点小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双击之后改一下它的比例 比如说改成三个变大一点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再来进行一个标注 标注,选择标注的图层 来进行标注就可以了 好,标注一下 标注一下 好,标注好了之后 标注的样式稍微有点小 可以直接修改标注样式 上节课呢我们已经讲到了这个 这一点内容 在这边我就不去重复了 直接来进行操作了 好的 在这边我们看到 这个图是不是就绘制出来了 所以这就是有关于我们图层的新建 和图层的绘制这两点内容 所以这两点内容大家一定要注意 首先在图层工具栏当中 点击图层特性管理器 将图层新建好 然后再来选择我们要绘制的图层 绘制中心线 你就选择中心线来绘制对象就可以了 好,线条的一个比例 可以双击它修改线行比例 好,也可以的 都是可以的这些内容 所以在这边大家自己注意一下 好,自己注意一下 前面的这几点内容呢 我先把它写给大家 大家自己注意了 好,我们呢有关图层的 好,图层 首先第一点我们要来新建图层 新建图层 好,新建图层呢 我们要点击图层工具栏中图层特性管理器 点击图层特性管理器 然后呢我们修改一些内容 比如说我们的颜色名称 颜色 线形 还有我们的线宽 调节这几件内容 好,在线形当中 我写两个线 给大家 一个是中心线 中心线呢 我们选择 选择center的这一种 还有我们的虚线 这一种呢 我们机械图层当中 用的比较的多 虚线 我们选择了DASH 选择这两种 好,然后呢 我们再来绘制对象 绘制对象 好,首先我们要 选择 绘制的图层 进行绘制 进行绘制对象 好,这个还有一点呢 就是我们这个线条 线性的比例 修改 好,这时候呢 直接双击 绘制的对象 进行修改就可以了 好 前面这两点 绘制 建筑和绘制 好,第三点内容 图层当中的第三点内容 还有呢 就是我们有关于图层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好,当我们绘制出了 我们拿到一些图形 我们看到这些图形 如果说比较的复杂的话 当然这个图形还不算太复杂 好,我们找一张 这个图 好,当然这个图也比较的简单 好,如果说这个图形当中 内容比较的多 内容比较的多的话 我们就可以通过把一些 我们暂时不需要的一些对象 把它隐藏 把它隐藏之后 我们来观察一些我们想要看到的对象 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图像就变得比较的清晰 比较的简单了 好,这时候怎么实现这一点呢 打开我们的图层当中的这个小箭头 我们看到在图层 每个图层前面都会有一些按钮 好,我们看到第一个是不是像灯泡一样 然后呢,这个像太阳一样 当然第三个这个不用管它 这个没用处 好,和我们最后一个这样的一个小锁 好,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 这个灯泡 好,它的名称叫做图层的一个开关 它的主要的作用就是来显示和隐藏我们的图层 好,比如说我要看到这个对象的一些强体部分的话 我就可以把现在里面的这些屋内设施啊 盆景啊 门窗之类的把它去掉 怎么去呢 直接点一下这个小灯 或者说图层的开关 有没有发现它灭了 好,我把这些不需要看到的对象 我都把它灭掉 这时候来看一下 所剩下来的是不是就是我需要看到的这些内容 这样的话 看上去一个图纸就变得非常的清晰了 变得非常的清晰 明白没有 所以就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来实现我们想要的一些内容 所以对于这边 这个图层的开关呢 就是显示和隐藏图层 所以在这边我再把它打开 它就再次出来了 明白没有 非常的简单的一个按钮 好,再来看第二种 第二种呢 叫做冻结 叫做冻结 它的一个作用呢 和我们图层的开关的作用比较的相似 比较的相似啊 它也是显示和隐藏的一个作用 比如说点一下 好,物理设施我也点一下 盆景,门窗,家具都点一下 这时候它已经被冻结了 好,当然它在被冻结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些图层的颜色已经变了 你已经选不中这些图层了 看到没有 好,当然它也隐藏了我们的对象 当然你的这些图层你已经是无法使用了 所以你不想要这个图层的话 但是呢 你有的时候我们以防万一 我们不要去删掉 我们可以把它冻结起来 不让我们自己来使用 所以可以使用冻结这种方式 好,当你需要的时候 你再次点击 这个阳光呢 又再次亮起来 好,它又显示出来了这些对象 明白吧 也是很简单 好,当然第三种 第三种这个按钮 是一个小锁 这个当我们把这个对象的这个锁啊 关掉的时候 关掉的时候 你看一下 对象呢 依然在这边没有任何的变化 但是你看一下这个对象上 是不是多了一个锁啊 光标放上来 好,多了一个锁之后 当我们选择删除工具 我选择删除工具 来选这些对象 好,你没发现根本就选不中啊 根本就选不中这些对象 怎么点它都没用 好,所以呢 在这边 这个锁定的一个作用啊 就是让我们的这些 绘制好的对象 无法进行一个修改 所以呢 在这边 这个锁定的一个作用呢 也是很明显的 所以当我们绘了一些图 不想去动它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它锁起来 明白没有 所以通过这个锁定的这个按钮来完成 好,这就是我们图层当中 三个按钮的一个用处 也要记住了 当我们绘制一些图形的时候 你都可以通过它们来进行一些修改 这样的话很方便 也很直观 好,我也把它写下来 第三点内容 图层按钮 图层的一个按钮 好,首先第一个叫做图层的开关 它能写到的是显示和隐藏的作用 显示和隐藏的作用 第二个,冻结 冻结 好,冻结当然我们的图层 它是 它有显示 有隐藏的一个作用 并且图层无法使用 好,第三个叫做锁定 锁定 好,这时候我们的对象显示 但是无法进行修改 无法进行修改 所以这是图层的按钮 图层的按钮部分 好,当然我们图层还会存在我们的第四点内容 第四点什么内容呢 当然在这边我们肯定看到图层有这么多用处的话 包括我们每次在绘图之前 我们都要做的就是来新建这些图层 当然有的同学可能会想到 那我每次都来新建的话 是不是就比较的麻烦 所以我们有的人肯定想 如果我能把这个图层保存在 好,这边都有了 如果我想把这些图层保存下来 下次我使用的 下次我用到的时候呢 我可以直接调用的话 这样该有多好 好,当然这一个步骤是可以完成的 好,在这边呢 我把这一个图形删掉 好,现在呢 这张图当中也就只剩下了 我们的这个图层的一个设置的这个对象了 好,这边呢 已经都有了 当然有的时候 我们一张图纸当中 我们还会保留下来一些内容 比如说我们的图纸当中 都有一个图纸的边框 好,我来绘制出来 选择呢 这个零图层 好,有两个边框 我呢,随便的画一下 好,当然呢 可能还在这边还会有一个 有关于这样的一个表格 我们机械图纸当中 都会用到的这样的一个表格 好,比如说我就绘制成这样 我把它呢 也可以保存下来 下次我使用的时候呢 可以直接的调用它 好,在这边怎么保存呢 在文件当中 直接选保存就可以了 但是呢 保存的时候 你不能直接保存 你的文件类型呢 你不能选择CED图形 因为这样的话 是保存你的整个的这张图纸 你要选择的是 我们的CED图形样板 这一个内容 好,选择图形样板 比如说随便的给一个名称 123456吧 123456 好,点击保存 好,这个时候呢 保存的测量单位 当然一定要写 一定要选择工制 选择工制 好,点击确定 好,OK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就保存下来了 好,把这张图纸关掉 我把这些图纸呢 我都关掉 好,现在呢 已经没有对象了 所以你当你打开CED之后 你选择文件当中的新件 你新件出来一张图纸 新件出哪张图纸呢 就是我们刚才保存的这张图纸 好,双击打开CED 好,打开CED之后 这张图纸 它是默认的图纸 我们不需要 我们重新新件 我们刚才保存的这张 好,123 12456 这个 好,点击打开 打开之后 我们看到刚才的这个边框 包括我们这边的图纸 是不是都保存下来了 所以下次你就可以直接在这张图纸当中 进行绘制对象就可以了 你明白没有 就可以这么来绘制 所以这一点图纸的保存 我们也要知道 好,第四点内容 保存 好,保存呢 首先我们当然肯定还是在文件当中保存啊 很简单 但是呢 我们的保存类型 保存类型 你要选择的是图形样板 也就是我们的点DWT格式 点DWT格式 好,下次打开CED的时候呢 下次打开CED 新件图纸 也就是我们保存的新件保存的图纸 就可以了 在这边我们图层当中 这四种用法就在这边可以完成 好,然后呢 我们图层保存好了 绘制好了对象 所以接下来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来进行把这些绘制好的对象 将它打印出图 好,比如说这张图纸当中 这边是我们的对象 好,这边是一个表格 这边呢 是我写的一些文字 一些注意事项等等之类的对象 在这边 好,那么接下来 我要把这张图纸打印出图的话 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内容 直接在我的文件当中打印 好,当然 前提是你一定要有打印机啊 在这边我们已经有了打印机 好,我就不选打印机打印了 随便找一个代替一下 好,随便选择一个代替一下 在这边呢 它都会有这样的一个 有关于我们的打印的图纸尺寸 当然图纸尺寸的话 肯定就是你自己设置的一个尺寸 主要在这边大家注意一下 打印区域这边呢 打印范围 你要选择一个叫做窗口的 选择这个窗口 好,然后呢 你只需要框选 框选你要打印的这个范围 好,在这边框选一下 好,框选一下之后 打印居中 你把它勾选一下 好,接下来呢 你要进行一个预览 观察一下它的效果 好,我们看到预览出来了 出来了之后呢 在这边我们看到 这个图纸打印出来 它是横向的 所以我们肯定希望 它是以纵向来打印 这样的话 我的图纸的利用率就更加的高 当然在这边 你在打印预览的时候 你还要看一下 你的标注的内容 是否能够完全的看清楚啊 好,这时候呢 希望它改一下 所以点击ESC键 取消回来 好,点开这边的这个小箭头 点开这边的一个小箭头 选择图形的方向 好,把它改成纵向 这时候你再次预览一下 有没有看到 这个图纸呢 就保持一个纵向的方式 进行打印 这样子呢 就OK了 所以呢 这个打印的一个方法呢 也是非常的简单的 非常的简单 好,取消键回来 这时候呢 这个打印 所以接下来呢 你只要直接点击确定键 即可进行打印了 即可进行打印 好,我们把这一点内容呢 打印的内容 也把它写下来 也是非常的简单 打印 好,首先呢 当然打印有它的快捷键 Ctrl加P 好,首先我们在这边 我们注意几点内容就可以了 注意哪几点呢 第一点我们的打印范围 打印区域当中 我们选择窗口打印 这时候呢 我们只需要框悬 要打印的部分 框悬要打印的部分就可以了 好,第二点 第二点内容呢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 打印的一个图纸方向 打印的图纸方向 在这边呢 我们点开 右下角小键头 然后呢 选择方向即可 好,这就是我们打印当中 我们需要注意的 这两点内容 好,这是我们的打印出图 好,接下来呢 再和大家讲一点内容 好,这个呢 可能是有的学机械的 机械的一些学生呢 会用到的 也就是有关于我们面积的一个测量 面积的一个测量 好,在这边我先绘制一个 比如说400乘400 的一个矩形 这个时候不用我多算 大家都能知道它的面积 或者说它的周长为多大 好,这时候怎么来测量呢 直接输入AR1A AR1A这个快捷键 好,点击确定之后 对于这种方形的 比较规则的方形的对象 你完全可以直接点击它的脚点 每个脚点来测量 好,比如说从左上角这个开始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当然你一定要回到它 形成一个闭合的空间 好,五个点点击好了之后 回车键 点一下 我们看到面积和周长 是不是都出来了 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简单 当然这种呢 是比较规则的一个测量的方法 如果在这边 我随便的画一些对象 我随便的画一些 好,甚至呢 我在上面 我还来再来加一个圆弧 这样的一个对象 好,如果我要把这个对象 进行测量的话 我们知道 这就有点困难了 但是呢 我们知道 我们以前是不讲过一个叫做面域工具 叫做面域工具 我可以把它创建成一个面域 好 R1G面域的快捷键 把它创建成一个面域 好,选中它 确定一下 好,面域已经创建成功了 这时候它是一个整体了 一个整体 我们的测量方法也是很简单的 还是AR1A这个快捷键进来 好,在我们的命令栏当中 我们是不是能看到一个叫做 对象的选项 对象 好,右肌来选择对象 好,然后呢 直接选择我们要测量的这个对象 面积周长也是直接会出来的 这一点内容也很简单 也很简单 所以你可以通过这种方法 也可以把它做出来 好,这一点面积的测量 我们也来写一下 面积的测量 好,面积的测量呢 这边我们直接使用AR1A命令 直接使用AR1A命令 好,如果是这种规则的 规则的对象 也就是都是水平垂直的直线对象 这种对象可以直接点击每个脚点 点击每个脚点来测量 好,不规则对象 好,将其创建为面域 将其创建为面域 你把它创建成一个面域之后呢 你直接使用对象的方式 好,创建成面域 然后右击选择对象 进行测量 好,所以呢 这是一个测量面积的一个方法 测量面积 好,还有一些内容呢 比如说我们把一些图纸上 也就是说一些图片上的对象 转化成我们的CED图形呢 我也是可以做出来的 怎么做呢 好,以前我们讲过一些附着图像 附着图像还记得吧 在我们的插入快工具当中 点击附着图像 好,这时候呢 我们来找一下 找一张图片进来 我们到作业当中 集体资料里面 好,找一张作业进来 我们这边呢 都会有一些 比如说找一个综合题目当中 好,找一张图片 点击打开 好,确定 这个呢 以前我们都讲过 好,比如说就这么大 一张图片 好,一张图片 比如说我想把这张图片 我们呢 也可以进行通过描绘的方法 当然比如说你学的一些 后期你要做一些比较复杂的对象 好,你可以通过这种描绘的方法 做一些模型出来 所以都可以通过这种 直接把图片放进来 进行一个描绘 好,怎么描绘呢 当然这个对象的话 我们要注意一下它的比例了 好,我们以前都讲过 这个两堵陈重墙之间的距离啊 它是240 240 所以我可以通过缩放 将这个图像的比例 缩放到我们 也就是比较真实的一个比例当中 好,这时候怎么来呢 描绘出这个墙体的两条边 好,描绘出这个墙体的两条边 在这边好 比如说在这里 当然这种方法只能是大致的做出来 不可能说百分之百准确 好,然后呢 我们使用缩放工具 缩放工具 来缩放一下 好,选重要缩放的对象 第一点呢 比如说这个点 好,选择参照 参照长度为对象上的这个长度 拾取一下 好,把它缩放到多少了 缩放到240 好,缩放到240 这时候我们可以标注的看一下 它们俩之间的距离是不是240 好,的确为240 好,为240之后 我们就可以通过对象当中的这些 把它描绘出来 描绘呢 其实非常的简单 我们呢 比如说把这个先删掉吧 好,我们来简单的 我先描个几度墙出来啊 好,就可以通过这边来描一下 好,这边的一图墙就出来了 然后呢 用我们的对象追踪 把它追踪过来 追踪到这边 好,再来把这边描绘出来 简单的描一下 好,我就随便的描绘一下了 这样子的话 这边这个房间是不是就出来了 所以你就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把它描绘出来 是不是也是非常的简单 所以呢 在这边这一项内容呢 大家也是可以知道的 所以呢 我把这一点也写下来 描绘出对象上的图片 描绘出对象上的图片 好,这时候怎么进行描绘呢 我们直接可以通过附着图像 将对象导入 也就将图片吧 导入CD中 然后 调节图片的比例 也就是缩放工具了 缩放 好,然后呢 进行线条的描绘 进行线条的一个描绘 所以呢 这一点内容 好,这是一点 还有一点呢 刚才我们在讲打印的时候 在这个打印机当中 它还存在着一点内容 好,也就是说 我们绘制出来的这些对象 我们都可以将它转化成图片 好,怎么来转化 好,在这边我来看一下 好,我就随便的画一些吧 比如说画一个矩形 画一个矩形 画一个矩形 好 这时候呢 我就随便的绘制了一些对象 比如说我想把这个对象 我转化成图片 怎么转化成图片呢 也是有方法的 好 当然有的人说 直接QQ截图 当然这种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 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直接打印 到打印当中 好 这时候你在打印机当中 打印机的名称当中 你可以找到一个叫做JPG 好,这种JPG 找到这种JPG呢 也就是说 这个它是将我们的CD图纸 转化成图片的一种 一种类型 好,直接点击确定之后 当然在这边 你肯定还是要选择窗口 和打印的步骤呢 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好,框选一下 好,框选出来之后 打印你肯定要聚中 对不对 好,然后预览一下 看一下效果 好,是这个样子的 我可以把它横过来 横过来的话 选择纵向 横过来 再预览一次看一下 好,OK,这样子 好,点击确定之后 确定,比如说 把它保存到桌面当中 保存在桌面 好,就是名称我就不改了 点一下保存 好,转换过去 我们到桌面上来看一下 好,在这里打开 我们看到没有 这就是一张图片的形式 明白没有 当然在这边 大家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 因为我们讲到了图层 所以在这边 有一些颜色 它是转化过去 是比较的淡的 这时候大家可以 自己的尝试的转一转 可以看一下这个效果 在这边可以 讲一下 这个黄颜色 转化过去 颜色非常的淡 所以最好不要用黄色 颜色最好的 还是用白色的线条 这样子看的是 非常的清楚的 所以在这边可以转换 当然你还转换成 Ctrl加P打印一下 在这边还能转换成 其他的一些格式 比如说PDF 都是可以的 有的人要用到PDF格式 你就可以直接通过 这种方式来转一下 也是可以的 好 在这边文件的一个转换 我们也要知道 也写一下 文件的转换 好 转换成主要是 转化为JPG图片 主要转化成JPG图片 最后在打印中 在打印中 打印机 打印机中 选择有关 这个JPG的模式 好 然后呢 方法 其他的 就一样了 也就是说 直接点击确定 这就是文件的一个转换 所以呢 讲到这边 讲到这边 我们的这节课的内容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主要是有关于我们的图层 打印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内容 好 讲到这边呢 我们CED的一些绘图的绘制方法 我们就已经完全的讲完了 所以在下节课的图形 下节课的课程当中 我们主要会和大家讲到一些有关绘制机械图 和绘制我们的室内的图形的一些方法 所以在这边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作业当中 可以通过到我们的作业当中 来绘制绘制这些有关机械和建筑的一些图形 好 我们这节课就先讲到这边 好 我们下课 我们下课